我們一起看這樣走 手邊的明明 許久不曾在台灣拍攝電影的何潤東 近來將和老搭檔張俊麟合作 一同演出寵物主題電影 只要一分鐘 兩人堪稱是老夫老妻 從何潤東一個幫忙剝頭髮的動作 不難看出他的貼心 不過面對電影當中 張俊麟將周旋在自己和丁春城身邊 何潤東可是相當吃味 其實我超佩服他們 他們兩個 我們合作五次了 對啊 老夫老妻了 但我覺得好處就是因為很熟 所以我們可以有很多的溝通 是很直接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跟導演也是 然後導演也會覺得 欸 這裡是不是缺點什麼 我們就挑戰說 我們會增加一點什麼樣的默契 那都是很直接的 就會比較動人 其實我跟Gini 其實合作了好多的 從以前做公益啊 然後拍電視劇 拍微電影 然後這次電影 所以他對我已經沒有新鮮感 我覺得他對他右邊的丁春城 可能比較有那種 可以期待新鮮的火花 兩人的互動自然 讓一旁的丁春城 自嘲自己只是個煙霧蛋 不過因為這一次和潤洞 將演出貼心居家呢 以往大方展現的好身材 只能暫時藏起來 沒有 我覺得終於可以放鬆一下 對啊 然後大家 終於可以把Focus 就是往上移到我的臉上 然後人家以後都只認我的身體 不認我的臉 我長什麼樣子 人家都不知道了已經 對啊 我覺得也滿好的 而且導演他又不讓我曬太黑 我覺得又可以恢復到那種小白臉的樣子 然後那個我戲裡面的衣服呢 都是要穿比較寬鬆的長袖 因為導演就想說 因為我是演一個比較斯文的一個 算是一個宅男嘛 所以呢 就不要有任何陽剛的感覺 所以都要把我包得很緊 但導演現在是夏天你知道嗎 我想應該會到四十度吧 然後到時候導演應該會穿著背心 但我還是要穿著一個長袖 導演這公平嗎 要在炎炎夏日穿著長袖演出 可是任何潤洞在還沒開眼前 就已經先抗議連連 雖然能夠暫時常住好身材 卻也得變相做出小犧牲 上午視頻娛樂 台北報導